我们离开京城有多久了 快进百天了 快进百天了 那是谁 相是殿下 你们去看一看 是 在下给哥哥请安 殿下请起 这是在殿下的府上 更何况我们 日后这些礼节还是免了吧 殿下 殿下 刚才为什么不进来 有什么事呢 凭希望吴三桂派然酸来口气 明天她老人家亲自来参加我们的婚点 嗯 殿下为何欲言又止 自从京城回来之后 有件事 在下心中一直不安 几次想问哥哥 却难以开口 可是 明天我们就要成婚了 我 不 殿下 不必心中有所顾忌 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 殿下坐 我听说 皇上很喜欢哥哥 老祖宗不是说了吗 皇上很疼我 他现在 是我的皇哥哥 在下知道 不是这样吗 那是怎样 我争取了皇上的心上人 这 这不仅是不忠 而且是天大的祸事 那你当初 怎么不回了这门情事 在下不敢 而且 我自见了哥哥后 就再也不想跟哥哥分开了 你当真不知道 老祖宗和皇上为何把我给了你 这如同大清皇室和蒙古个旗联姻一样 彰显了老祖宗 和皇上对我广东一带的信任和恩典 你说得不错 所以 我能够理解 在京师皇上对我的不满和愤怒 皇上他太不想失去哥哥了 不要再说了 能把你今后的打算告诉我吗 我想 既不能搏了皇上和老祖宗的恩典 也不能伤了皇上的心 为我的父亲惹出祸事来 会有这样两句的方法吗 如果哥哥答应 成婚后 我暂且不住到哥哥府上来 你是想看一看 皇上会不会怪罪 好 在下 恨不能现在就日日夜夜 守在哥哥身边 可是 家父年事已高 一番的重担 都压在了我的肩上 我 我的确 是万般无奈 我答应你 皇上对三番的担心 我心知肚明 我可以向哥哥保证 就是为了哥哥 我也会永远忠于朝廷 有你这句话 就已经够了 殿下还是早些歇着吧 这句话 他给命运忠于朝廷 崇西王下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热闹 好地方啊 行 好 哥哥 哥哥 我看见平溪王了 他没本人说那么可怕呀 老太隆重的是副相模样 我常听阿玛提起他 他可是个了不得的人 怎么了不得啊 打起仗来凶得很 当年大清入关平定中原 有他一半的功劳 真的呀 仗是真的 哥哥 前头有话 及时就要到了 请哥哥快些准备起来 演唱者 《谷预言》 故的声战 罗主所大人喜字如意一福 和田必诸四美 颈勉南画迷离立画 清场 严阻大人 大喜大喜啦 怎么看劳动索大人呢 皇上都要来 我索徒岂能不来呀 那两公子 了不得呀 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石 这两条可都占全了 再加上太皇太后指婚 皇上指婚 这可是当朝第一荣耀之事呀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呀 请索大人到庭里用茶 请 皇上来了 恭喜皇上圣安 恭喜老爸 谢皇上 好 好 起来 我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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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我请 好 好 身体 身体可好啊 老了 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要有兄台这好身板 我也就不忧了 这云南好药甚多呀 我给你带了些 谢兄台 先知的这份婚姻 真是可喜可贺呀 可是来的也有几分蹊跷啊 兄台听到什么了 这亲哥是敖拜的千金 又是皇上心仪的女人 就在这个时候太皇太后 突然指红给致信 是自然是笼络之意了 不过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了 只要我们心里有数就成功 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恩典 动摇了我们三藩的根本哪 兄台 这话怎么讲 自大清开国以来 异性封王的 也就是我们三藩 现在天下渐渐的安定了 与兄断定 撤藩 只是早晚的事了 撤就撤吧 这人老了 总有夜老归根的念头 我早就想带人回辽东了 贤弟此言差矣 兔死狗朋 自古有之 这三藩一旦要撤销 你我就成了任人宰阁的猎犬了 那皇上能容你平平安安的回辽东吗 君如虎 臣如羊 这就是君臣之道 要想不被吃掉 那就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除掉老虎 一个是逼他远远的 说句犯大忌的话吧 要是倒退十年 我吴三贵 并非没有君臨天下的本事 现在跟你一样 年岁大了 不想折腾了 也折腾不动了 可即便如此 也不能任人宰割 咱们三藩一定要拧撑一股绳 让朝廷不敢轻举妄动 兄台此言极是 不过我想 现在就均力而言 朝廷的兵马不在三番之上 况且长江以南的民心还没归顺 他们不能轻言撤返吧 先帝说得不错 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时间 所以我说啊 不要意味于朝廷的联姻 放掉了我们的戒心 先知啊 这位清格哥哥如何呀 是位极好的哥哥 不过在京我私下听人说 他不是敖拜的亲女儿 吴伯伯听说过沈君吗 同殿微臣熟悉得很 或者战死的江南呢 这清格就是他的女儿 当年他还在强宝之中 敖拜就把他摄影到府里了 这倒不是一件坏事 王爷 及时到了 好